首先的話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那上禮拜一些比較重要的部分 我們主要是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樂透產的中獎機率統計 那這一題的話基本上大概幾個重點 第一個當然就是說把那個樂透產的機率算出來 然後並且把它做一個排名的動作 那裡面主要是用到排名就是用RANK.EQ 然後再利用那個VBA把那個結果給輸出 輸出那個最後的結果 其他的話還有包含就是說 比較重要的當然當然我們也利用VBA 做那個前七名的排名 那當然這個地方用Excel裡面內建函數應該是做不出來的 所以其實在Excel裡面很多的動作 其實最後其實還是用VBA就可以解決 那有些東西其實就沒有辦法用Excel裡面內建函數做出來 所以相對的VBA的彈性是比較大的 不過VBA的麻煩地方其實就是寫程式一個字都不能錯 那再來的話有關就是說 按照前七名還可以按照那個順序排序 那其他的話呢我們又講了一個衍生性的這個問題 就是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的下載 所以呢各位可以從那個數學函數 我們的雲端白板裡面這邊有個大樂透的歷史資料下載 那這邊當然呢會需要至少你要了解一些有關那個網頁的相關知識 不過這個我想也不是一定馬上迫切的 不過未來齁 如果你將來呢有一些相關的問題 就是說呢可能要對於那個爬蟲越來越熟悉的話 或者你想要將來只要能夠網頁上看得到的東西呢 就想要爬下來的話 那這個部分的話你就有必要呢多多了解 所謂的這個HTML 還有像CSS 不過這個恐怕還是需要各位客戶再花一點時間去了解 那其實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是 希望統計什麼呢 統計大樂透歷年來哪個號碼出現的機率最高 那因為剛好這個網站 他有提供我們這方面的資訊 那只是說呢你要怎麼樣快速的把這個網站 裡面所有的上面的號碼 把它怎麼樣 第一個要把它取下來 不過取下來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總共有65頁 我們要怎麼樣快速的把65頁把它取下來 那第二個的話取下來之後還要幾個問題 就是說他可能格式不太對 那另外的話最後還有就是說 這個資料呢他的號碼 六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他的那個號碼 他是把它放在 豆點裡面 可是問題將來這個資料 我們會把它放在那個 就是eSale 可是eSale裡面 假設要把這個分割開來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我覺得上有PO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話也是上個禮拜 我們這個是複製日期的部分 那這個的話因為 這個的話我等一下講一下 因為其實最後呢 我這個部分其實是沒有處理的 為什麼沒有處理 因為後來發現 這個處理起來非常的複雜 那這個程式我等一下再講好了 那個這個部分 那裡面的話同學可能比較有問題的 就是這個MOD 這個MOD的話呢其實簡單講起來 就是除以多少的餘數 所以這個敘述的話 這個地方有個敘述啊 如果什麼呢 如果I-2之後 I-2之後 再除以3 除以3之後如果等於0的話 如果等於0的話 那就做底下的事情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敘述啦 而且像MOD其實 將來用到的機會也蠻高的 因為我們會需要怎麼樣 比如說E3 比如說他可能兩籃三籃四籃 那你就有可能喔 需要用這種方式呢 去取他 可能是 比如說 3列 像這一題是3列做一次 3列做一次 3列做一次的話 那就需要用到這個 這個部分 這個 待會看一下 我之前寫的東西還在不在 那我們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呢 我們這個 大樂透下載 這個部分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 上個禮拜大概幾個 比較重要的部分喔 回顧一下 不過這個程式 基本上已經 有一點複雜度了 因為其實看起來喔 你可以發現喔 這個做的動作其實還蠻多的 那我把它蓋瓜 分成幾個部分 當然你可以看到 最後其實呢 我們就用call的方法 一個一個去呼叫 上面的所謂的副程式 那我這邊可以設中斷點 那這個設中斷點做什麼呢 就是我讓它跑 有時候一跑 跑完了 你看不到細節 所以呢 其實你可以在 跑這段程式之前 先設中斷點 那我把它執行 比如說第一個 我要先清除就資料 所以我把那個細部的動作呢 run一次給各位 那如果有一些部分呢 假如你還不是很熟悉的話 可以再回去看一下 第一個清除 sales.clear 那第二個就是把那個 1到65頁 把它資料全部下載 那如果這裡面是空的 那就幫我下載到這裡 如果它不是空的 那就往下追蹤 加一列 OK 所以喔 我們就是去抓 那幫我把它抓下來 放在第一 放在第一頁 這個地方 OK 然後呢 持續幫我把它全部抓下來 OK 那你會發現 這個65頁喔 在瞬間 就全部 通通 都 把它下載下來了 OK 那第二步的話呢 其實呢 剛剛同學問的這個問題喔 我為什麼 會寫 寫這段 這個mode 這段程式喔 後來我是不處理啦 為什麼 因為後來我們其實 只是需要什麼 只是需要 抓這個 號碼就好了 所以呢 那我之前那段程式喔 到底用途是做什麼的 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面的資料喔 日期部分呢 它其實 呃 沒有標準化 也就是說我將來呢 假如我希望做一個動作 就是怎麼樣呢 把這個 這個裡面的資料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日期部分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什麼 年 加底下的月日 把它湊在後面 這樣子的話呢 它才會是一個完整日期 那我為了要達到就是說 把這個資料給複製上去的這個目的喔 所以呢 我做了 我就寫了 剛剛同學貼的這個程式喔 也就是說呢 我列號 這個地方各位可以看到 i減掉 2 怎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當我 從第二列開始 ok i減掉2 那如果 i等於2的話 意思是說 這個當我是第二列的時候 第二列就是指的是這個啦 你會發現喔 那間隔5的話 啊 間隔3喔 就是這個 在間隔3 就這個 也就是說呢 齁 我 這個條件發生 指的是什麼 如果是2 5 8 這種情況下 那你會發現喔 如果把2帶過來的話 2減掉 2 那就是0嘛 0除以 3 余數為0 符合這個條件 那如果5的話呢 把5帶進來嘛 5減掉2 那就3 3除以3整除那就0 8的話也是一樣 8減掉2 那就6 6除以3 余多少余領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一行的意思齁 指的就是我要針對的是什麼 這個儲存格啦 那這個儲存格做什麼 其實我本來的意思是希望怎麼樣 把它 把後面的東西串在前面 因為它現在只有年 可是將來如果我需要日期齁 做排序的話 那當然呢 如果只有年排序的話 基本上它就不會按照月日了 所以喔 其實我這個地方的動作是 把後面的這個 那所以我把什麼 把Sales ID 指的是加1有沒有 加1的話指的是它的下一列 把下一列 同一欄下一列的資料有沒有 來幫我複製過來 複製到哪裡 把這個複製到這邊來 然後並且把它格式化成年月日的格式 雖然你現在看到只有月跟日 實際上它下一列的資料 實際上裡面還有年 所以喔 格式化之後你會發現就是正確日期 那後來齁 為什麼這一段程式呢 我把它去掉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發現齁 其實如果不處理年的部分齁 好像也可以統計出大樂透的這個資料結果 所以我後來就索性就把這個日期的部分齁去掉 所以你們看到雲端上面的程式齁 基本上呢 我就沒有放這一段 不過同學問到我就順便講一下齁 那再來的話呢 我剛剛程式齁 亂起來齁 這邊 亂到這裡 然後刪除 這個多餘列 這個也是一樣啦 因為刪除我本來是 一列一列慢慢刪 可是後來發現效率太差 所以就重新排序 所以排序的話上個禮拜講過 然後 假如說你要按照什麼 按照這個 把這個 這個拿到旁邊去齁 其實這個 如果不讓它動的話 其實可以 把這個摘要資訊齁 位置不隨 OK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 針對C的部分齁 去做排序 所以 我們上禮拜講過了齁 如果按照C1 然後點sort就排序 然後 這邊key的話當然就是 C1 OK然後 然後 Older1指的是排序順序 排序的話 我就讓它做地增 OK 然後有沒有 黑的 就是上面有沒有藍位 裡面有 OK然後排序一下 那你會發現 留下來 的話就是這一些 那再來我是直接 游標放在這裡 把它Ctrl向下 那把什麼 底下這些東西全部刪掉 把它全部刪掉的話呢 那就是什麼 就是 把 追蹤到底下 就是這一列 所以R的話是 1928 底下的話刪除的話就是 R列到哪一列呢 冒號 後面就是1048576 那當然這個 這個數字 主要就是 Ctrl向下 去追蹤 意思就是說 這個工作表裡面 最大列數就是這個 這個數字 不過我記得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 可以取得這個數字 你可以用什麼 另外好像有一個 叫做Raw10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知道說 我們工作表裡面 到底有多少個 列的話 你可以用 我記得好像是 Raw10物件 點Ctrl的話就是它的 總共的數量 所以這個得到的結果 也會是1048576 所以其實我們也可以 拿這個放在這個位置 也是OK的 這個也有另外一個方法 不過如果你不想記那麼多的話 你就乾脆指向最後一個 然後把底下的通道刪掉 那你會發現 用這個方法 刪除某個範圍的連續資料 動作效率會是最好的 那我之前寫的 為什麼我又把它改 因為我發現 你 逐一逐一逐一的刪除 哇效率真的太差了 OK 那最後排序的話按照日期 所以A1的話按照日期排序 然後這樣的話就完成刪除列 再來的話增加號碼 增加什麼號碼 其實就是要把這個 把這個剖開來 所以呢 我們必須什麼 在這個地方 D E F 到 I 這邊總共產生 這個 有六個號碼 所以我就跑一個回圈 那跑回圈的話 當然方法很多啦 我這邊是追 追的話是橫向 1到6 然後呢 我就在Sales的第一列 裡面的第幾欄 第一加3的話就是 第四指的是D 然後放什麼放1 那下一個的話呢 追變成2的時候呢 那這個追加3 等於1 等於是第五欄 那就是1 就放在1欄 意思是這樣 也是說 跑個回圈 把那個1到6 的數字呢 先放在儲存格裡面 那意思是說 我之後呢 再做資料剖析 那剖析的話呢 這個剖析程式怎麼來的 其實 就是主要是 把那個剖析的動作錄下來 然後呢 把它放在這邊 那剖析記得喔 這個前面好像講過 你記得先選什麼 選範圍 B2 Ctrl 向下 然後在資料裡面 這邊就有個剖析 然後只要選擇什麼 選擇這個 分隔符號 然後選豆點 把它剖過來 剖到這邊來 記得最後這個 目標儲存格 記得選這邊 然後按完成 那我把這個動作怎麼樣 把它錄製下來 錄製下來的話 其實長得就像這樣 當然我有把一些 不太需要的那個程式 把它刪掉 不過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這邊的話呢 剖析 其實知道剖析它的那個 VPA的那個 這個方法名稱的話 其實就是叫這個 就是TESR to columns 那你可以發現 其實它有蠻固定的規則 就是第一個給它範圍 第二個的話呢 利用這個方法 然後跟它講說 我destination 第二指的是放在這邊 然後後面的話 其實齁 就是你要用什麼方式 去做切割 那當然這邊就有一個 comma 冒話等於出 意思說 我是用那個豆點 去做分隔 然後後面的話 array 你會發現喔 我記得 這個array的話 前面是欄 後面好像就是 要不要這個資料 所以第一欄要 第二欄要 一時類推 所以總共有六欄 那就六欄都要 幫我切割到第二 那如果說不要的話 這個後面這個數字 我記得可以把它改成9 9的話呢 那就是意思說 這一欄 切割之後不要 ok 所以 這個呢 有一些資料剖析 等於是 如果你不會 資料剖析的程式喔 你其實可以用錄製劇齊的 把它怎麼 剖開來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B欄刪除 B欄刪除的話 就是 colons 這個上面這邊 colons b.delete 刪除 然後呢 自動調欄寬 因為現在欄寬 有的寬有的窄 所以我就加一個colons 就是指的是所有欄 點autofit 自動調欄寬 這樣就完成我們 上個禮拜的這個爬蟲部分 那各位可以看到喔 這個日期部分喔 我沒有處理啦 因為後來我發現喔 這個日期好像 目前不需要處理 因為我們其實主要是需要 這個範圍的號碼 Ctrl-Shift 向下 這個範圍的號碼 我再去做統計就可以了 其他也許就不太需要 所以最後就是可以把結果排出來 然後 當然你可以格式化啦 只是格式化這樣看起來喔 其實 就是沒有辦法很完整 所以把前期名把它列出來 看哪一些的那個 排名喔 幫我把前期名號碼 不過這個 做出來結果 喔 我知道 這個大樂透的範圍好像有跑掉 所以最後再檢查一下 我們那個名稱管理員 這邊多了很多東西 這個就錯了 大樂透我看 這個 這個把它 因為如果你重新下載齁 它的定義名稱好像會亂掉 所以這個我把它 重新再指定 這個範圍齁 指的是 這邊 到 Ctrl-Shift 向右向下 OK 然後按打勾 重新指定一下 那這樣的 它的排出來的名次喔 基本上就不會是錯誤 就不會 就 基本上就 重新跑一下 前七名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喔 它的那個 名次喔 就是前七名的號碼就會列出來了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這個程式部分喔 我有把它放在雲端白板給各位參考 不過 相對的喔 難度會比較高一些些啦 所以這個部分喔 提供給各位做參考 如果有細節問題喔 可以再提出來 所以剛剛 同學問的那個 程式我基本上是把它 放在比較下方啦 因為 基本上喔 我覺得那個部分呢 可以先不處理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處理的話 欸 或許你也可以喔 再稍微了解一下 我那一段 程式放哪裡 嗯 OK 在比較底下 OK好 那所以喔 剛剛的部分喔 在 那 簽 到 OK 那請各位喔 先試試看 這個部分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看一下其他的部分喔 那至於簽到王子 因為這個 這個可能等一下 再請那個佳燕喔 再看一下 我等一下再問問看他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喔 我們就來 看一下那個 這個第五個單元 有關這個 檢視與參照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 先來看一下 這個 請各位待會兒喔 先幫我開啟範例喔 VIL函數 那個人事考評管理系統 這個部分 喔 待會開一下這個 喔 那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就會用到 有關 VIL函數來做查詢 那除了VIL函數之外喔 我們還會配合什麼 配合名稱管理員 OK 一樣喔 就是說呢 名稱管理員 我前面講過喔 那這個地方已經先幫各位先定義好了 那之後如果說你要引用某一個名稱的話喔 記得喔 就是按F3 那也就是這個升等喔 表示這個範圍 那這個範圍在哪裡呢 就在這裡啦 OK 所以以後的話呢 這個名稱就代表這個範圍 喔 然後呢 烤坪 我們看其他他烤坪 烤坪的話是在哪裡 烤坪在這裡 所以烤坪是A B C D喔 那烤基的話呢 就是優甲乙 那組別的話呢 就是A到E喔 分別是什麼 一般銀行業務組 喔等等的 那單位的話呢 欸就是什麼 總行人事事啦等等這些 OK喔 所以請各位 先大家了解一下 喔 這個題目部分 這邊有一個試題啦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一個 有點像一個範例喔 或者一個證照考試題喔 來